走进盲场世界发现更多乐趣 哈喽 这是盲场俱乐会 我是小小 鱼肉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食物 各国人民对吃鱼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领悟 像我们国家最有名的就是红烧鱼 而日本却喜欢吃生鱼片 鱼肉一般都是软滑一嚼的 但是这种鱼肉却被称为是世界上最硬的鱼 传说咬一下可以崩坏一口牙 但是日本人却对此爱不释手 名字看上去也很硬 就是煎鱼 曾经还有人用煎鱼敲钉子 威力和锤子不相上下 国外一小伙还把煎鱼磨成了一把锋利的刀 可以轻易的捅破一些东西 看起来还有点害怕 其实活的煎鱼与普通的鱼没有什么不一样 唯一不同的是 这种被制成鱼干的煎鱼易于保存 如果直接用牙制咬的话 那么一口牙可能就会被崩坏 日本人通常是将煎鱼用特质的工具磨成丝 就像鱿鱼丝一样当成下酒菜吃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旅游互动 小小会每天翻看留言区回复哦 想跟更多的分享